嚴不嚴重 講嚴重這兩個字 對你現在的身體狀態來講 很困難嗎 謝謝委員 因為角色的關係 陳局長是不回答陳教授的問題 來這裡 一匹天下無難事 匹匹的 然後就是用這個話 陳局長不回答陳教授的問題 這個叫做 耍賴的話 謝謝指教 您覺得您適不適任 國安局長 我想 適不適任 我會很和緩 我是說你個人 接受各方面的評價 你個人認為你適不適任 我個人要努力 努力從攻 對但是你個人還是認為你適任 我接受各方的評價 對但是你認為你適任 我個人努力從攻 好 那我要我我請教說這個事件上面來講啊從你這個形成整個被曝光上面來講這個對你個人來講或者是對整個我們中華民國來講是不是都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事件還是你認為說這個只是單一的事件 我當然不願意看到這個事情不是我問你我也很遺憾這個事情發生了但是這種這種也不是單邊行為的情況之下 從全球來講任何一個國家發生這個事情它是一個嚴重的事情還是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這個坦白講對我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事情 我問你不是只有對你個人而已對中華民國來講它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想基本上你看這個包括香格里拉的東西被出去 嚴不嚴重 這個在全球害親的事情來講 嚴不嚴重 講嚴重這兩個字對你現在的身體狀態來講很困難嗎 謝謝委員 嚴不嚴重 你連這樣的事情你都不肯講它嚴重 你不願意面對它嗎 因為我們知道以這樣子情形不想不要講說你現在講說 因為這涉及到委員 因為這涉及到 嚴不嚴重 這涉及到跟友方的合作行為我們不能做這樣的簡單的評論 我沒有在講說你跟誰合作 我對誰你跟誰合作沒有興趣喔 我現在講說這個事件在全球都知道的情況之下 對中華民國來講它是不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事情 是還是不是 我想坦白講 你就是不願意回答 你就是不願意回答 如果這樣一個回答那泰方怎麼辦 當然是很嚴重的事情啊 我們一樣彼此有這個 你連這個東西都不願都不願意承認 現在泰國 現在泰國對於中華民國全球的這個影響 這個重大的一個影響到這樣的程度 你今天完全沒有戰駕 國家利益的方向想 難怪你到今天位置 從事情到今天發生之後 究竟你認為它嚴重 你就會馬上去查它 你認為它不嚴重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單 查這件事情我們沒有停過 查這件事情沒有停過 沒有停過到今天你查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你剛才媒體已經披露講說 你想說是一個華為的這個 這個顯示器的關係 那我請教你 如果是顯示器的關係 為什麼會拖兩個月的時間才出來 零零種種的問題是說 當你面對這樣的問題 你去正視它 你去檢討它 你才能夠解決 如果我現在不 我現在不知道 我現在不想知道你在泰國那邊接觸的點 但是今天如果真的像你講說 認知作戰的情景的話 那會不會整掛的你的所有的情報網 全部都受牽連 會還是不會 我就是要知道 你有沒有正視這個問題 如果你正視 現在不是你個人的問題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整個中華民國的事情 我們現在兩岸的局勢 非常緊張的情況之下 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我們整個情報網 會不會因為這樣受到牽連 我們的同胞 會不會因為這樣受到影響 你腦筋裡面只有想到你的泰國 謝謝委員 只要沒有到那種情況 我們第一個時間 你的意思說沒有到那種情況 是說我們的情報網不會被瓦解 那我要請問的一樣 同樣的到夏威夷的事情 也是一樣啊 不是這樣子嗎 到夏威夷的事情 你在對於這麼重要的事情的談 討論的時候 如果你對方的原來的代表是誰 你後來不能夠參加的 這個訊息不是在第一個時間 就會已經出來了嗎 我們更何況我們講說 美國的Intelligence 是很精準的 而且很前進的 以這麼重大的會議 你四千我方的人出訪的時候 不知道 要到現場的時候才會知道 這個訊息 還會所有東西都出來 現在這樣子的情況來講 對我們台灣的Intelligence 有任何的一個資源嗎 沒有啊 你全部都曝光在別人的眼皮子底下 是什麼原因 你到今天 已經發生事情這麼久了 你說不出來 就是因為你沒有正視它 那我回到今天第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認 我今天就要公開的講 你不是認 你作為國家安全局的局長 再講一次一下 國家安全局的局長 在林志堅論文正義的期間 你卻三度出來澄清帶風向 各界的看法 你有失國家安全局 再講一次 國家安全局局長的格局 跟該有的作為 局長 你要不要對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對你的看法 跟委員報告好 外面的批評指教 我都細心接受 但是所講的 並不是事實 是不是讓我 把這段話講完 因為角色的關係 陳局長是不回答陳教授的問題 但是既了解 陳教授已在日前 在律師的陪同下 向台大社科院調查小組 做出完整的說明 同時提供了多份 經台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司公正的 相關證明文件公調查小組參考 現在相關案件 也分別在交易部書院 還有司法的程序當中 我們為了尊重相關程序的進行 沒有進一步的批評 以上 你是陳局長 也是陳教授 我要問你 你那個三天出來 曾經 是受到黨政高層的請托 還是你自願的 跟委員報告 兩個都是我的學生 老師為學生辯護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何況事實不是外面所想成那樣子 但是你剛剛講說 你是現在是陳局長 不回答陳教授的問題 但是我質疑的是你三次對外說明 有沒有上班時間 有沒有用國安局的相關的資訊設備 有沒有 你還是 你的位置上你就是 沒有我都是禮拜六喔 所以禮拜六確定 你可以看喔我是禮拜六喔 而且 我看到網站 國安局還有說明 稍微查核事實 這個是陳局長的說明 局長陳教授 其實你作為一個管理局長 過去讓他過去 你陳教授的陳教授 你會透過別人發 你做個局長出來三次發言 極度不恰當 真的極度不恰當 好 有沒有 要向社會說明或是道歉 我剛剛已經說明過了 因為相關的事情都在訴驗 還有司法成績當中 為了尊重相關成績進行 沒有進一步說明 那萬一到時候台大認定 你有重大疏失 到時候要不要道歉 我不回答他角色性的問題 而且這個過程當中 還在過程當中 果然好 請多保重 我沒什麼事啊 很好啊 我相信就好啊 這麼多聲音沒你 你不要緊張 聽你擔心 聽你自己擔心 你現在名字很臭啊 大家都一直 你今天就是陳局長 不回答陳教授的話 這個是到底耍賴的說法 今天來這裡根據憲法 你有義務回答 每個立委就提出了問題 請問你還堅信 林志堅沒有抄襲嗎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用你這個又時間到了 來 你回答 很快你回答 你相信沒有抄襲嗎 我們尊重相關程序 所以沒有進步說明 我告訴你啊 我跟你一樣來自於學界啊 現在學界的大學教授們啊 聽到陳明通啊 大家吐 吐口水啊 學界以你為此啊 你一個一時 這個一時啊 就是你啊 陳明通啊 換了台大一鍋收 你把台大國話所學電話 你不回答沒關係 聽我講 謝謝我 因為你的comment就是這樣comment 我以前來自學界 謝謝 我也來自學界 謝謝指教 學界 唾棄你 覺得台大應該開除你 這個教授的這樣 學位 教授的一個位置 不是讓你這麼輕鬆 因為你叫官大啊 不敢動你啊 是不是 到現在為止 來這裡 一匹天下無難事 匹匹的 然後就是用這樣話 陳局長不回答陳教授的問題 這個叫做 耍賴的話 這個就是耍賴 我再講一遍喔 學界以你為此 我要資格講這個話 我在學界當了20年的教授 一律使 你的這一律 陳明通的 使 壞了台大一鍋桌 台大是 青年學子向我的學府 台大第一學府 叫台大 結果 因為你把國話所的 在職專班學電話 你不應該為這個向台大道歉嗎 謝謝指教 難道不應該為瘋狂鬧的道歉嗎 好 你欠台大 以及欠台灣的學術 學界 一個道歉 好